6公尺銀雕素環針搭配聲光 還首創水舞表演 在雲林虎尾圓環 是今晚普渡的重頭戲 圓環周邊街道早就搭好帳篷 共桌一字排開 擺滿貢品琳琅滿目 中原普渡素有北基隆南虎尾盛名 今年依照慣例分成七大普渡區 各自有特色 冰雕 國雕捏滅人 還有泡城等等 總計五千張貢桌場面盛大 現在那個價格比較高 所以我們轉到那個雞根 不然的話我們的雞有六十箱 雞鴨也有六十箱 往年最出名的肉山 拜全豬全羊 因為豬肉價格太高 全豬縮水剩三隻 該拜雞鴨 另外好兄弟不分男女老幼 貢桌上也有小朋友的課本文具 各種日用品 珠寶手勢 甚至他們在遊玩的 麻將 撲克牌 一些用的化妝品都可以準備好 負主胡偉有風街普渡 北港鎮武的工 貨車載滿貢品 一箱箱往桌上擺 每年中原街普渡開放民眾任桌 今年創新紀錄高達八千七百零八桌 比去年增加兩成 市值將近千萬 共品數量之多已經不能散開擺放 全部打包裝箱堆在貢桌上 場面壯觀 號稱是全台最大的單一普渡廠 招待好兄弟要吃飽喝足 記者 劉鑫鑫中 呂雲杰 雲林報導 我是戴麗鋼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